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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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我是John Bui-san 歡迎大家回到我們《淺談電競》 上次跟大家講到關於不同的遊戲 電競是由遊戲來做主軸 很多朋友也看完我的影片 就問我為什麼這些遊戲會打擊 這些遊戲會打擊 我們先回到上次輸 電競的遊戲可以成功幾個大的因素 一是有足夠的人去玩這個遊戲 有足夠的人去花錢 而這些人也會去看其他人去玩這個比賽 最後看完這些比賽 人們會回到遊戲中消費 上次我們提到 好像街霸、StarCraft等類型的格鬥遊戲 以及RTS類型的遊戲 是非常好的觀賞性 但為什麼他們在電競上 也遠遠不會夠英雄聯盟來呢 因為這些都是買斷的遊戲 上次提過 買斷遊戲就是我給完錢去買一隻遊戲 我就可以無限次數這樣玩 所以再搞比賽 其實只不過是令到社群很開心 有比賽看又可以玩 但是它不會幫遊戲公司 賺到更加多的錢 所以遊戲公司自然 就不會等到更多錢去推這幾個遊戲的賽事 第二類型就是講卡牌的遊戲 第一它是回合制 所以等待的時間是比較多 很多時候我們都在看著選手在想著 下一張牌怎樣出 還有之後幾個回合 它怎樣去發揮它的戰術 還有技巧是非常之高的 所以如果你是今天沒有玩過這個卡遊戲 你是不會明白它在玩什麼 除了技巧高之外 因為它也有不同的規則 也定期會出新牌 就算我是在玩也好 我不明白新牌怎樣玩 我也不會明白戰術是怎樣來 或者是看不到有什麼好看 至於食雞或者FPS類型的遊戲 為什麼我不去組隊 雖然我曾經有組過CS的隊伍 但是今天最熱的遊戲 都是說食雞類型 包括Fortnite或者PUPG 但是這類型的遊戲 由於你去消費是不會買到新的角色 大部份的收入都是看裡面的皮膚 即是我不同的窗 有不同的皮膚可以用 去令到窗的顏色 或者外形是不同了的 但是大家去想一下 雖然是玩是很好玩 也有很多人去開直播和看YouTube 不過在戰隊上 也在這個比賽上 觀賞性是沒有那麼高的 還有最重要是令不到遊戲公司去 賺更加多的錢 人們看完這些比賽 不會回去遊戲裡面消費更多 為什麼呢 第一 因為它是玩的一瞬間 玩射擊類型的遊戲 都是考那個反應 很多時候是捕捉不到那個畫面 第二 你說食雞類型的遊戲 隨機性都比較大 一個技術上限的要求 都主要是反應 反而在思考上面 觀眾是沒有一個共鳴在這裡 帶去看個人的實況主 或者看一些YouTuber 那些人很有個人的主意 很有自己的Style 反而這一類會吃回多個看比賽的人 所以食雞類型的遊戲 現在還沒有一個國際性的League 選手的市場未夠流通 以及俱樂部的班主 都沒有一個很確實的投資計劃 所以都是Mobile遊戲最成功的 今天講到Mobile遊戲 再補充一下 為什麼會這麼成功 第一 選手的英雄主義很強 因為你本身在玩的遊戲 已經叫做英雄聯盟 而且在不同的王者榮耀也好 傳說對他也好 那個角色也不是Champion 就是Hero 所以他定期會到新的角色 所以今天我看到這個Player 他發揮得很好 他做一個MVP 我都可能會買回他的角色 還有我每天玩的角色都會不同 他剛才的時間這麼長 我都會很大機會跟他去買皮膚 所以看回這一類型的比賽 雖然Mobile類型是一個團隊遊戲 就好像傳統運動一樣 他有球星 我們這裏有些升級的選手 選手玩不同類型的英雄 大家都會學去玩 甚至是會買這個選手最喜歡玩的角色 亦都是帶動有少少 theory 的東西 都跟大家講講 就是這個社群經濟 粉絲經濟和流量經濟 社群經濟就是Mobile可以做得到 就是今天很多人去玩這個遊戲 亦都去看這一類型的比賽 那些人會回去消費 甚至Ryot 去出一個新類型的遊戲 他都可以將由英雄聯盟的粉絲 去賭到他的新遊戲 這個是社群經濟 第二我們在講這個粉絲經濟 因為他有英雄主義 從而捧出了一些選手 明星的選手 一些主播 而他們有他們的粉絲 他們會叫他們的粉絲 去其他地方消費 最後流量經濟 我們好像看一些大的平台 包括YouTube 或者一些好像我們的Game Media HR的網站 我們專門去轉播電競賽事 或者去報導電競有關的新聞 而從而聚集這些Gamers 去其他地方消費 所以從頭到尾都是我經常講的 低成本吸出用戶 用戶流傳 以及用戶變現 所以總結來說 MOBA類型的遊戲 也是現時最有認受性 以及最有觀賞性 以及市場是最流通的一個電競遊戲 你有答問題的環節 有朋友又問 怎樣可以加入我們HKA的傳說對決戰隊 首先你有一定的實力 在遊戲裡面的排名 數一數二 又或者打官方的城市賽 贏得冠亞軍 那我們的教練 其實定期都會去看著這幾樣東西 去選手的 萬一我們沒有選到你 而你覺得自己真的有實力的話 你可以不妨試一下 去inbox我們的social media 又或者去email我們公司的 我們教練都會定期去check這幾樣東西 如果他覺得你合適的話 他會跟你再行測試 如果測試成功 就很歡迎你加入我們HKA的大家庭 當然 如果不成功的話 我們都非常感謝你 有興趣加入我們的戰隊 接下來 我們今天weekend 就會打傳說對決的總決賽 為了回饋我們的粉絲對戰隊的支持 也很感謝大家收看我們《淺談電競》 如果你有訂閱和問一些有質素的問題 我們很大機會會選中你 這條片開始 我們每條片都會抽出一到兩位 有質素的留言 以及我們的訂閱就會送出你們HKA的贈品 如果大家想溫習 都不妨可以在這裡看回以前的影片 多謝大家收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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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